真的假的 写说那西南断世 人身些为掌中带毒 曾率西南数十万大军 直入我中原腹地 意在谋夺 反了反了 西南王又反了 怎么回事啊 可不好了掌柜的 西南王又反了 西南王 每个月都要反上三次回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上菜去吧 这次是真的呀 真的什么真的 你们继续啊 继续 意在谋逆我大楚皇位 反了呀 皇上反了呀 皇上正在里面 太副大人 这是出了何事 西南王反了呀 趁今日收到急报 段白月亲率十万大军 打着祭祖的旗号 直入我东海境地 此事朕知道 皇上已经知道了 那皇上打算如何应对叛军呢 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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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江文学城 与孝兰山原作 猫尔FM 北斗企鹅工作室 联合出品 广播剧 帝王攻略 第二季 第七期 王爷 就是这儿了 交代你的事 办得不错 王爷 属下不明白 咱们只是前来祭祖的 王爷和血连宅子都买下 本王心情好 这两日命人挖个鱼塘 养些金红锦礼什么的 廊下再放几只翠绿鹦鹉 看着洗洗洗 什么人 疼快贫僧了 这秃子 也是宅院送的 此事 属下闻所未闻 想来不是 这位施主好面相 好面相 大师何出此言 施主可是千年难遇的好命 富贵命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多谢大师吉野 只是有一个人 将来施主务必要小心 好 本王需要小心何人呢 这个嘛 十两文银 大念 我找找啊 在哪儿呢 一片叶子 大师这是何意 天机不可泄露 施主小心便是 贫僧告辞了 王爷 这和尚别是个骗子吧 叶子 叶 着凉了 吵你个大头鬼啊 袁墨又是哪个图表念叨的 到仔细这些 九王爷 沈盟主也在 四喜公公 这车上装的是 这些都是西南王送给皇上的贡品 每年都送的 姓段的能贡上些什么稀罕玩意儿 我瞧瞧 这些骷髅头是怎么回事啊 这都是些不长眼的苗疆部族首领 曾试图犯我大楚边境 所以被王爷砍了头 剥了皮 送来给皇上解闷的 送头 解闷 是啊 如今这般也有大半年了吧 皇上下令 都让收在库房里 九王爷要去瞧瞧吗 谁要看啊 恶心死了 公公送过了 就赶紧走吧 是是 老奴去太医所 取些药材便回去 药材 谁又病了 不是不是 是皇上吩咐说 西南雨季快到了 让老奴 寻些驱寒补身的药物送去 哦 不是那个谁啊 那公公快去吧 那老奴告退了 公公慢走 人在王城 惦记的什么西南衣 西南 雨季 西南 怎么了 西南 等等 西南 西南 是西南 西南 怎么了吗 西南有个姓段的 西南段是 世代镇守边疆 有什么问题 姓段的都是 霍国殃民的狐狸精儿 你听听古往进来 段达己 段包四 段白月 都姓段 一听就十分淫淡 不行 我得去问问 小姐 小姐 爱情还有何疑问 直说便是 皇上信得过的人 微臣自然不会怀疑 只是 皇上既然派微臣前往东海 那就早晚要与西南王碰面 所以 微臣恳请皇上 透露一二 这回大厨与西南结盟 皇上给出的底线 到底是什么 微臣心里 也好有个谱 爱情多虑的 西南王此番 只会留在牧阳城 不会有任何多余的要求 相反 在爱情抵达大昆城后 若是有事需要人帮忙 尽管暗中找他便是 那个谁 小姐 你怎么来了 叶谷主 西南有反贼 朕知道 朕和温爱情商议此事 朕已经封了他做大厨使臣 前往东海 同段白月和谈 我同温大人一起去东海 你去东海做什么 莫要胡闹 我也要去东海 东海战事一触即发 此事去十分凶险 朕 我要去东海 此事之后再说 朕想来还有事要 我要去 四喜 四喜 百驾 皇上 去哪儿呀 去哪儿都行 喂 国主 吃点心吗 西南特产 不沾牙 不吃 哦 古主 在想什么 在想苗疆 古术里 有没有哪种能豁人心智 却又看不出来的 即使被迷惑了心智 自然会癫狂吃傻 如何能看不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一个人 好端端的 突然就哭着喊着要与街上的一个流氓私混 旁边拉都拉不住 可有这种谷 应当是有的 但本官也只是在书中看过 谷主本就是江湖中一等一的神医 若是有人中谷 应当能查出来才是 我就是查不出来啊 谁中了谷啊 还不就是那个谁 并没有谁啊 哼 哦 王爷 王城来的书信 拿来 还当楚皇早已忘了我西南大军呢 温爱卿不通武艺 必好生保护 温爱卿偏爱猪肘子 五日送一回 记得要断烂钱 大猪使团何时会到 昨日便到了 就安顿在大昆城 只有那位已经成了亲的温大人吗 大楚的小王爷也来了 叶姐 还真是嫌东海不够乱的 楚衡那边有动静吗 回王爷 自王城使团到后 楚衡府中的密探往来 便频繁了许多 终于开始坐不住了 派人继续盯着 有消息 随时报给本王 王爷 南部城 咱们还要一直耗下去吗 王城到大昆城路途迢迢 若是等楚皇大军拔影 挥兵南下 这些时间足够让楚衡将罪证掩盖 想要一击击中 便只能等他自乱阵脚 传令下去 备战吧 属下遵命 属下遵命 实际已到 往西南亡 中弄 皇上 喝的这杯便歇息吧 酒醉伤身啊 还有吗 遥遥 这回多得很 西南府送来的三大车飞侠 私教里都快堆不下了 是温大人送来的奏折吧 是啊 爱卿替朕出使东海 暗中与西南亡联络 又有千锋小锦相助 接连破了楚衡三尺浪的部署 果然没有让朕失望 可不是 多亏了王爷出手相助 这梅术 一晃今夜好些年了 这还是王爷儿时进宫 亲手种下的 如今也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呐 这谋逆的罪名 普天之下怕是没有第二个人 敢同他一样 回去吧 皇上当心啊 来 老奴扶您起来 启离皇上 老臣昨夜收到急报 西南军连夜包抄了大昆城的支府衙门 将地方官员全部投入大狱 又紧闭城门 臣请皇上下旨扫平叛军 陶大人说的轻巧 东海大昆城摇摇数万里 且不说调兵遣将 即便是下旨动用南境守军 也要半月有余 此等时间足够西南军将我东海百姓杀个来回了 那便要任由叛军作乱 视而不见吗 皇上 臣以为此时唯一能指望的 便是大昆城里海龙王统侠的黑龙军了 皇上 老臣以为 太副大人莫及 诸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 阵次登基以来 无论大漠荒野还是北境雪原 我大处将士从未聚战 如今 西南叛军占我国土 伤我子民 朕断断不会纵容 传朕旨意 调北境守军南下 审千帆为主帅 三日后 亲政东海 皇上 此处离大昆城不远了 前方二十里便有医馆 不如今晚就在此扎一晚 也好 武警这就去安排 驾 出来啊 你们倒是出来啊 出到黄乌龟 出来啊 怎么 困了 有点 不过 不过属下听说 楚衡那边的新风官 日日都要在队列前念温大人写的习文 此早华丽引经据典 听完后 下头的将士 能睡着大半 不愧是大楚第一的才子 王爷 这两军 这两军日日对骂 何时才会开战呢 你当他楚衡是傻子 他想要白江以北 与我西南并不冲突 他此时大概 还在打着什么如意算盘吧 比如要将这天下分庭而至 总好过 被楚衡一点点削权 王爷 有封书信 拿来 古人 是楚衡 是 算是严谨一该 邀我结盟 对付楚衡 可要写一封书信 将此事告知楚衡 不必 本王亲自去 赶了这些天路 可算有个像样的地方睡了 早就说了 让你待在宫中 非要出来 那可不成 老奴要伺候皇上 再不瘦一些 就该朕找人伺候你了 好了 你回去歇着吧 是 老奴告退 你来做什么 想见你啊 解毒了 面具舍得摘了 你若喜欢 我便接着戴 可还记得 当日朕说过什么 忘了 你也忘了 朕可没打算原谅你 给个机会 好不容易才解了毒 多少看我一眼 就算当初我是做错了 也不至于就是死罪啊 将来可还有几十年呢 就打算一直不肯理我了 完了 这回啊 换朕不要你了 不要就不要吧 当初是怎么一路走来的 本王再来一回就是 我这人没别的优点 就是耐心好 脸皮厚 朕方才不应该让四起回去 但是这个时候啊 连个替朕送客的人都没有 傻子才会走 过来 读解了 心跳自然便会过分 这回当真是好了 朕知道 不气了啊 气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我都会告诉你 再也不瞒着了 好不好 说得好听 到现在也还没说清楚 当初究竟为何会走火入魔 以至于要用金蚕献去命 好 习武之人 练功稍有不慎 随时都会有危险 四 是上回为了凭随州之乱 不顾师父劝阻提前出关 才会命悬一线 连师父都没想过 后果会如此严重 不过 都已经过去了 你想听我就说了 可不准放在心上 意外而已 如今都过去了 我现在可好好的 不是吗 随州 要随州 要猎山 要楚江的命 好 就当时老天爷 摄下的绊子 前二三十年苦 后多几十年 就都填了 以后不要再做任何事了 朕养你 好 可不着急非得是现在啊 待将来 你随我回大理 去尔海边找个小村子住 到时候 做饭 洗衣裳都归你 我什么都不做 天天躺着吃 可好 做梦 你看 让你养你又不肯 百姓都说 西南王狼子野心 这锅可背得冤 我老了 顶破天就想当个 园外有人伺候 结果这还不一定能成呢 终于肯笑了呀 待凭了东海与南海之乱 便将锦娘与孩子 一起送进宫吧 那是自然 那是大楚血脉 现成的小太子 西南王若无事 便回牧阳城吧 又赶我走 这笔账 我可一并算到楚衡头上了 楚衡狼子野心 此事怕是早已迫不及待 想着与你联手 一道对付楚军 小时候就说过 要助你平定四海 九州归一 放心吧 这场战事用不了多久 只要双方开战 你我内外夹击 两日内 楚衡必败无疑 看你眼下无情 辩知这些日子 定没休息好 嗯 真想睡一阵子 嗯 睡吧 待你睡着 我便回去 好 小姐 说好是这浮泉城接皇上的 现在就来 会不会太早了些 哎呀 不早不早 我们要赶在那淫贼前头 就算只是做样子 西南军还在与黑龙军交战 西南王如何会丢下战场北上 再说 以后见面了 可不准这么说西南王 你看 我一说淫贼 你就知道是他 这是什么 给楚军将士准备的 别碰 给淫贼的 吻一下 尾三年 好了快走快走 这两天经常做梦 老觉得要出事 担心战士 我担心段白月 怎么又是西南王 除了他也没别人啊 喂 你搞什么 西南王 二位 这么巧啊 你 你 你 怎么 小姐 你们 那个谁 你给我说清楚 喂 银贼啊 银贼啊 小姐 西南王来此 当真只是为了商议战事 那为什么不去找温大人商议 一国之军 卧房里藏个兔子 穿出去丢不丢人 以后离远去 今晚跟我一起睡 为何 你想想 普天下谁人不知 段氏银贼 一到东海边 开了三家青楼 去了十几房小倩 沉迷酒色 夜夜春宵 怕了能有几十斤 下半三层 还因为纵意过渡 突了点 中间突 可是镇方才见过 你瞎了 改天给你治治 我去叫千锋去收拾东西 然后回来睡觉 你当初为何要将夜谷主送来东海啊 与其在这儿念叨 不如想想这一路要如何应对小姐 先说好 朕就这么一个弟弟 你不准欺负她 我如何能欺负她 她不欺负我便已是万幸了 亏得是有沈盟主 否则 只怕我想见你一面都难 小云 小景回来了 下回要下我 用别人尝不尝 不尝 小景最好用 这回 我可真走了 下次再见 就是战场上了 你一路上 也要小心一些 西南王 还是快快降了吧 以多欺少 可不是大国做派 不是生非 倒的确是小国之风 楚皇不必白费功夫了 我不会出城的 弓箭手 你以为凭着区区几十人 便能伤到朕 自然不是 能伤到楚皇的 世上只有五 也只能有五 进攻 攻城 且慢 楚皇还是看清些时局为何 楚皇 楚皇 你竟然与段白月攻击 楚皇 好大的胆子 哈哈哈哈 若是胆子不大 又如何能成大事 自此之后 这江山会一分为二 与你出家 在乎任何牵连 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若就此罢手 或许可以免于一死 事到如今 你还自认能掌控我之生死 东海是我的地盘 数万黑龙军联合西南部族 可谓无坚不摧 单凭一个沈千帆 怎家区区万语储君 楚皇打算如何与之抗衡 朝中同僚若是知习 也不会赞成王爷此时所为 朝中 楚皇不如猜猜看 朝中有多少是我的人 王运之 黎染 钱三黎 周宝 再加一个守城官 汪明 可还有一漏 什么 当真以为联合了断白月 便能弑君篡位 逆天改命 朕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你自己不肯要 将来在地下见找母后 可别说我这做外甥的 不讲情分 住口 来人 快将他拿下 放箭 王爷还是看清自己当前的时局才好 断白月 你 你竟然悲心弃义 做无耻小人 当日便说了 谁能给本王心中所需 本王便与谁合作 但偏偏本王想要的 除了楚皇 这世间再无人能给得起 楚王爷 对不住了 你们以为除了我 东海便能安宁了 有朕在 有百姓在 有千千万万将士在 东海为何不能安宁 传朕旨意 拿下楚衡压制大牢 朕要亲自审问 黑龙军不响者 杀无胜 杀 рь梦 杀 杀 oric 吉ell 药 山水之间 有吊瓏吹烟 三思万同房之源 脸袖破墨一绝 而情之深处 画中你与我比结 写过诗句百篇 惊一望远 树耳梅花开漫天 恰好这个世界 恰好的一切 黄土把夜宵叹尽 此生远逢上 地也千古未平 抬头是天心月圆 生的花糖出了离别 黄土把夜宵叹尽 我之前别虚头闯眼 重逢是否能预言 百月监离冬天 想起了思念 不济不换这缠练 夜半终生有缘 困于山边 铁甲盏双人无眠 恰好风春 恰好风春 恰好的满园 三千几丝绕之间 此生远逢上 此生远逢上 滴也千古未平 此生远逢上 滴也千古未平 灯铁甲盏双人无眠 灯铺盏双人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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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渊不行迷也不学 但大白不秃不挖树 大家好 我是雨孝兰山 欢迎大家收听 帝王攻略广播剧 不见不散 下双人无眠 您在关键中